像我呢差不多是很小开始拍戏 穷小大大就特别注重我自己的巫肤 我觉得女孩子保养特别重要 像我呢有很多很秘密的小宝贝 今天要慢慢的介绍给大家 首先呢我最喜欢自身糖的精瓦霜 用了很多很多脸特别的滋润 第二个产品呢CPT眼霜 我觉得眼睛是女人的灵魂 有眼纹就不好看了 所以我对眼睛部分的保养呢 也是穷小大大就很注重的 再加这个我用了差不多有30年了 涂完这个眼霜再加上这个眼膜 就是完美啦 自身糖这个奶酪也是很好的 冬天的时候用CPT 大天的时候就用自身糖 有时候你要针对不同的年龄 年轻的用自身糖就够了 年龄比较大的 CPT还是比较滋润一点 不同的年龄用不同的无附品 还有呢厚的精油 我是属于比较干性的皮肤 常常要拍摄熬夜啊 要坐飞机啊 所以我觉得精油也是非常重要的 CPT有一个非常好用的 CPT有一个非常好用的 CPT也是我的最爱哦 虽然加钱是有点贵 可是我觉得找你常常晒太阳啊 要化妆呢 整一个呢是晚上充分的可以补水 先擦这个精油 再擦这个精华 再擦晚上呢 就一个非常好的组合 记得记得有一点哈 不管是精华 眼霜或者是晚上呢 都一定要慢慢的去按摩 擦之前先推开 就特别的滋润 H2黑笨带 很多人都很喜欢 晚上早上用都可以 再加这个精华也是绝备哦 先涂这个精华 再加这个面霜 那妹这一个带有油分的一个精华油 用完以后呢 皮肤会亮亮的 而且特别滋润 那妹这一个神奇的面霜 也是我很爱 这一三个照在一起 就不用怕有纹 纹乐 CPT的雨液 有牛奶的成分 也加一些精华 很滋润的一个早晚用的 还是平的是早上 黑色的就是晚上 天气现在开始干燥了 带有一些牛奶的成分 会更加的好 还有这一组我也很爱的 IPSA的黄金水 再加它的精华 有时候你怕卡粉呢 你用这个精华特别好 还有我喜欢用它们的磨砂 洗面奶 女孩子很多时候会出去带妆哦 有时候隔一天啊 磨砂一下 让你的皮肤更加清洁 黑头都会比较小 像刚刚我分享了 那么多物负的心得呢 其实也有一点小的技巧的 我觉得不同的季节 可能用的东西也不一样 每一天用不一样的东西 可能效果会更加好 因为有时候你长时间 习惯一个物品呢 可能没有效果那么好 今天呢 介绍我的物品都到此为止了 下一次再跟他修建一些 我的物负的性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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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